都投给一个人让这一条命 能够让我们四个人活着 走出这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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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逼在黄处长 知道吗 大佐 我这样是出身 这三十多年来 看得最多的也就三张纸 口供 档案 才有就是钞票 真是太遗憾了 那还请大佐赐教 某天 是加木尼 独自在极乐的莲池边 徘徊 那极乐莲池的下面 正当着地狱的底 是像你当时看到了一个小 剑陀陀的人 跟别的罪人 在地狱里一起蠢动 求庄啊 求庄 这位求庄主耗尽千金 却为我们打造了一座人间地狱 能否超生 就看今晚了 金助长那您倒是说说 您可有什么超生之路吗 简单 还是魔鬼投票 怎么 你们还不明白 上一次的魔鬼投票是一人一票 为的是大家谁都别出局 可惜此路不通 而这一轮的魔鬼投票 只有一条路可走 都投给一个人让这一条命 能够让我们四个人活着 走出这间地狱 实际上门你想起来 这个叫剑陀陀的大道 生平作恶多端 但是有一天 他却饶过了他脚下的一只蜘蛛的 性命 于是他垂下一根细丝 一只从极乐之地 鸟鸟地垂倒 吹到了剑陀陀的头上 剑陀陀拍着手欢醒 剑陀陀想 只要抓住这根细丝 无休止地爬上去 就一定能脱离地狱 您是要把吴治国推出去啊 当然只有他了 李宁玉已经咬住他了 我们只不过是借着 李尚教的这把劲 再送他吴大队一场 那是李宁玉 可以施爱行凶 如果换成我们当中的 任何一个人 只怕吴治国还不是老鬼 我们就成了新鬼 这酒啊 太毒我不敢喝 白秘书 白秘书 希望你比吴治国的命要长啊 顾尚尉 时至今日 你还是这么有恃无恐 剑脱脱朝脚下一望 无休无止的罪人 从他刚刚脱离的地狱的血池里 接连不断地如蚂蚁一般 盼着细细的蛛丝往上爬 连追着他一个人都像是要断了的细细的蛛丝 怎么能经得住那么多人的重量呢 于是 剑脱脱大声喊叫着 喂 罪人 那是我的蛛丝 你们得到了谁的许可 下去 下去 已经是命悬一线了 你顾尚尉还能如此镇静 你还指望这顾船王来救你得吗 别指望了 这球装的风太硬 领尊的这根救命稻草 怕是要断了 怎么 不相信 那你想想 王天香把咱们哄进球装那封公寒 确凿无疑 那就是汪主席的签字 那笔汪提 在整个杭州城没人访得了 也没人敢访 顾尚尉 说实话你被抓进球装这件事情 他汪主席早就知道 可他一个字都没有套给他的至交好友顾船王 这就说明这次顾船王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了 没错 举方吴治国确实很冒险 但眼下只有这一根救命稻草 顾尚尉 这喝余不喝 莫经莫人等你一分钟 可您不要忘了 在密码船上 您说过同样的话 说要把嫌疑都推到李明玉身上 可到最后 我们五个还是全身而退 为什么 这一次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不一样 这次绝对不一样 这次的这根救命草 太担保了 撑不起五条人命 大佐 后来呢 后来 你不必值得 后来的故事跟酋庄没关系了 见笑了 每次读起 我都给你解川先生的作品 我总是油然而生一种悲凉的艳势感 你相信吗 我曾经是他的信徒 相信 这故事太精彩了 怪不得大佐如此动情 动情 感情是最没用最沉重的 最罪恶的 就是扯端那根蛛丝的最后的一只手 王处长 王处长 故事听完了 谈谈感想吧 感想是 那五个人 就是坠入地狱的那个大盗 然后 咱们只要扔给他们一根蛛丝 他们就会自己动手把真正的老鬼 推下去 一定会有一个人被推下去 但是不是老鬼 只有地狱之火 才知道 这就对了嘛 当一个间谍私利逃生 这是总要过的 习惯了就好 小白 来吧 危险由 郑主长 顾常伟 对不住了二位 这杯酒 在下 恐怕是端不起来了 怎么呢 难道你 必须要尽起来 把你有儿 twists 是吗 你是艱统 再到那条倒霉的密码船 金处长 您的手段 我是领教过一二了 您能活到现在 绝对不是靠着什么 死里逃生的冒险 而是算无一策 天衣无缝 吴治国被您定为老鬼 推给龙川他去撂账 那一旦吴治国他发了疯的话 是不是也得有个人 被定为替死鬼 推到他吴大队的手里撂账呢 李上校吴大队肯定不会杀的 那顾上尉呢 您还得留着给顾川王去庆功 这算来算去 好像只有我白秘书 是最合适的人选吧 这白秘书不赏脸 我喝了也没用 金处长 早点休息吧 什么鬼地方 地砖都是坏的 不过倒是你 是要是早就知道我要摔了一样 老房子了都这样 白秘书 孤生为这一交你服得起 如果这一交换在你身上 恐怕就没人服得住了 金处长不要打 我又不是理科长 我不会破译密码 我只想提醒你 连顾川王都指望不上 张司令就更别指望了 何况是不能指望 白秘书 白秘书 我们几个都是张司令的属下 被软禁提审 无论是程序上还是情面上 都应该由他张司令出面 可自从我们进了囚庄 龙川肥原提过张司令一个字吗 你心里明白 只怕是不敢说出来 连他张司令都被怀疑了对吗 这一点连他张司令都非常清楚 你是张司令的机要秘书 又是头一个心腹 如果你被锁定 为了自保他张司令 第一个就要杀你 金处长 您是军统出身 您的嫌疑远在我之前 有您在我就放心了 是吗 这人生在世 最不堪问的 就是出身了 人不可被命运左右 沙士比亚的太子 准确地说 是王子复仇记的太子 人不可被命运左右 人不可被命运左右 沙士比亚的太子 准确地说 是王子复仇记的太子 这东西让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 没人听的时候 他也会录音 我什么时候向你打探密电 我什么时候向你打探过情报的内容 我什么时候你对我也有说法 你应该很清楚 撒谎的人不是我 所以你要我死换你活 你插得到我不把 要杀就来吧 好 来 太子人辛苦 跟你们送鸡鸭的迷信 来 你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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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做什么 给你钱啊 十美金 够你在这工作三个月了 怎么 不敢收啊 我知道 您姓顾 是大块 您以后要吃什么 尽管说 吃着就不用了 就想请你帮个忙 您说 给我父亲打个电话 告诉他我缺些东西 让他派人送来 这可不行 王处长说了 不准任何人 给你们投封报信 这可是要杀头的 一个电话 二十美元 你不说 那王天香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说我王天香 不是顺风耳 可只要有一点风声 我还是会知道 滚蛋 明天不用来了 回来 钱 顾上卫啊 你就不能严肃点吗 你们五个人 正在被隔离审查 你就不能有个 接受调查的样子吗 花钱大受大脚 我送出去的钱 就没有收回来过 既然钱到你手里了 就你去帮我打这个电话吧 顾上卫 你别闹 再让金石虎他们看见 我没闹 我只不过 是让你打个电话而已 这被你抓进来的那天 香水乳液 还有睡衣都没带 天天就穿着衬衫睡觉 每天根本就睡不好 忍忍吧 早点抓到老鬼 早点送你回去 你骗鬼呢 就你和那鬼子 想要抓到老鬼 一天两天肯定不可能 跟你说 这罪我可没受过 我也受不了 受不了也得受 你看看 那几个人筋似的 都跟王八一样缩着脑呗 你可倒好 为了两瓶香水一间睡衣 你把自己脖子 往大座枪口上撞啊 我都替你着急 来 拿着 我心里没鬼我不怕 若王处长给我打了这个电话 我父亲会感谢你 这个 你也收着 若是不放心 就挨个儿地去查 顾小姐 你这么信任我 我自然也是信你的 电话我打 不管 王处长 是不是心太急了 拜托 那就还不要 你什么乖 你 удora 刚才耐为你 你能不能 你了 39 好 味道不错 王处长 听说你以前是风月领袖啊 这男女之间的事 见得多了 怎么一轮的自己 就毫无章法呢 就连西门大官人 他也知道个十分光 可你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 坚守自盗 是得争分夺秒 金生火 你说谁坚守自盗的 都什么时候还满嘴胡说八道 这封信 我自然是先交给龙川大佐彻查 再行处理 我知道 你会这么做的 好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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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嚕 誒 老师 是没什么事情可以托付的 您这梅豆腐 臭死我 鬼才吃得香 这无味之外才是正位 别看这梅豆腐 闻起来臭 这吃起来可香啊 老爸 自家娘子没肚子 得尝尝 绝了 大成 谢谢 慢吃啊 老汪 来了 给我那热汤 没豆腐 再来两块芝麻饼 老三样 好嘞 来了 这 一个月的 早饭 午饭前 我天天吃 我今儿我那什么秋庄 送了一车菜 他们让我再连送七天 黄军真有钱 那秋庄 那不是经常闹鬼的地儿吗 屁 就算有鬼 他还没这钱去 这蛇 大总 你以后每天早上出餐 都给我留两块 黄军 现在也靠上这头了 还没药吧 每天都送 请好吧 老王 这就是顾小梦 向顾铭章讨压的东西 是 大总 您过目 所有的密写方式 我都已经检验过了 就是一张单子 没有任何机关 他也不可能是老鬼 香奈儿香水一瓶 水衣两件 无色之酒油一瓶 卫生免整 就为了这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顾尚未要坚持 跟顾铭章讨压话 千金贵小姐嘛 一点苦都吃不了 就冲这小姐做快的 她也不可能是老鬼 王处长 仅仅两天时间 你这已经是第三次为 顾尚卫撇清了 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审讯者 即便顾尚卫真的是老鬼 那他也一定能 肆无忌惮地活到最后 甚至活着走出求庄 大嫂 你真的是误会了 您可能还不知道吧 顾明璋不仅只是 传王那么简单 他和王主席算半个老乡 小半个鸡鸣寺 都是顾明璋养着的 您想想看 如果顾晓梦是老鬼 他父亲顾明璋 肯定脱不了干系 干净不了 那共产党的人 能拿钱给王主席花吗 照你这么讲 如果他是中共间谍的话 那鸡鸣寺不就成了鬼窝了吗 大嫂 大嫂 我胡说八道 您千万别当真 你说得有道理 间谍的履历都是虚构的 但一切虚构的社会关系 都需要人来扮演 而亲属往往是最好的打档 像老鬼这样级别的间谍 不会亲自传递情报 他的下嫌 很有可能就是 与他朝夕相处的亲人 那 我照他们履历上写的 把家里人都抓回来 不管了 他那么粗暴 要请 请 我要请他们来 供进一顿丰盛的晚餐 你以张司令的名义 向他们发出邀请 来求状 供赴晚宴吧 大总 会不会打草惊蛇 我就是要打草惊蛇 在这样一种被软禁的情况下 一个真正无辜的人 最想见到的 往往是他最亲密的人 而只有老鬼 才会急切地想要传递出情报 要他的组织来营救他 另一方面 他又十分担心他的同伙 会因此而被诱入罗网 我就是要给老鬼 一个触手可及 却又不敢煽动的机会 记住 赴宴者的名单 由他们五个人自己出 但是每一个人 只能指派一名经书 不会是鸿门宴吧 你管他红的黑的呢 反正人得到 我也好在大总名交差啊 我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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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知道 我金生活关居多年 只有一个 没嫁出去的老姑娘 再找第二个来送死的 都寻不来 放心吧 金小姐活儿进来 我肯定活儿给送上去 看 金助长 什么话不能以此说完呢 我那小冤家不喝酒 到时候麻烦王助长 给弄我一茶就行 放心 你 非得是亲属啊 干得成不成 白秘书 你真是爱说教 亲属就亲属嘛 什么干的稀 你们都说 张司令的太太是我干妈 那今儿晚上我就请她来 反正司令今天晚上 也带来的是不是 干妈 就是伺候到床边上 也比不上亲妈 白秘书 我看过你履历了 不是还有个叔父吗 就她吧 让我的丈夫参加晚宴 可以啊 可那个人也在 你可以保证 她的生命安全吗 人我没有 不幸才有履历 但跟我逃命的冤鬼 到处都是啊 行吗 到底请谁来 你给个名字呀 你这算干什么呀 学共产党自食其力呀 反正这瓶肢解忧 王助长 你是被我逃过来了 那还不简单吗 你说句话 顾会长来赴宴 东西不就带来了吗 要请你自己去请 不过 我劝你一句 别去 为你好 为什么呀 因为我父亲 和松井那老鬼子 还有汪主席吃饭的时候 龙川还有你的军衔 人连桌子都爬不上去 他们真是这么说的吗 真的 一字不差 大嫂 我觉得还是吴治国嫌疑最大 您想想履历上怎么写的 从小父母双亡 无亲无故 连个名字都是前虎翼给起的 这算什么呀 天生地养了 石头缩里蹦出来的 他不是孙悟空 要我说 这就是故事没编好 老鬼留下的破绽 你太不了解他们了 为了潜伏下一个间谍 间谍的创作者 可以在孤海上 凭空地造出一艘诺亚方舟来 是 大总 还有一点啊 我跟吴治国说这些的时候 一直盯着我这儿 看来老鬼没有抓出来 王处长先成了鬼了 这个 王处长 那就辛苦你 亲自跑一趟 把他们邀请来吧 是 我们的 潘先生 潘先生在家吗 来了 来了 瞎上 潘先生 有官有位 那他叫先生呢 我啊 现在是老潘 你谁呀 我是特务处处长王天香 李上校的老同事了 走吧 我去换件衣服 潘先生 这 去哪儿了 你不是来抓我的吗 我在你们司令部打了人 弄得乱七八糟的 不是抓 是请 李上校的球装执行机密任务 恐怕叔叔都回不了家 龙川大佐特意让我来 邀请家属今晚赴宴 以表 维问 维问 我跟那个女人 早就没有关系了 就算她知情任务死了 你维问不到我头上吧 潘先生 话不能这么说吧 俗话说得好 早一日夫妻百日恩情 这吵吵闹闹 都是常有的事情 刚好 今天晚上龙川大佐也在 大家坐下来一起说说话 有什么矛盾解不开呢 王组长 能借点钱吗 他这一走这么多天 用人都跑了 贴不贴不家用 要多少 看着给吧 出来的集没拿多少 应急吧 你回去之后找他还 潘先生不用了 这点钱 我说你回去之后找他还 我老潘从来不白拿别人哪 他不一样 他欠我呢 懂了 有借有还 咱是一家人嘛 有些规矩不能乱 那潘先生 今晚还请您准时服役 行了 行了 等等 求庄 他也在了 还没照够呢 没想到金处长家 有这么多洋人的玩意儿 你就去 你也是司令部的人吧 是我父亲叫你来的吗 不是 是特务机关副机关长 龙川大佐 这可是龙川大佐 亲手写的情节 什么大佐二佐的 我父亲可是少将 你什么级别啊 敢给我送情节 国历六月二三日 敬备晚宴恭候 台光金若贤小姐 龙川肥原紧定 地点求庄 时间晚七点 还请金小姐 傻瓜 裘妆 什么鬼谛 让一让 让一让 我说话 白小言白秘书叫在这儿吗 就在这儿 每天穿着人五人六的 弄到油层光脸的出门 也不晓得是干什么的 是什么呀 你说他干什么的 行了 行了 秘书 他好几天没在家了 剩个孤老头子 怕他快饿死了 你个不孝的东西 把我吊在这儿 又不管我 早知道我就把你掐死了 老师兄 我是白秘书的同事 什么东西 我是白小年白秘书的同事 我是来请你晚上复宴的 思琪啊 好啊 你 抬着我去呗 我找人给你清理一下 好 来 太会了 老婆 来 帮帮帮 帮帮帮 拿着 好 快 拿着 交给换衣服去 是 王处长 久等了 先生说了 请柬留下 他如果有时间 一定会去的 就这样了吗 王处长 您还有什么事吗 我 我还是想当面拜会下顾会长 顾上尉有些话想让我和会长说 先生正在审批 报给汪主席和周部长的税收调整预案 实在是抱歉 妈 您慢走 请柬埔寮 你谁啊 你谁啊 刚入行没多久吧 什么刚入行 知道这是哪儿吗 顾会长的家 你胆子太大了 说吧 你是军统的人 还是中共的刺客 你可别乱说啊 我是顾晓梦的男朋友 我是来找她的 你放手 你干什么你 司令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五个人的家庭情况 一个比一个复杂 龙川大作呢 害怕打草惊蛇 让我请您今晚 务必要闪光 主持一下今晚的晚宴 一来安抚一下家属 二来也可以迷糊 老鬼的同档 安抚 迷惑 我倒要请教王处长 我该怎么个安抚 又怎么个迷惑啊 属下受不起 那都是龙川大作的意思 我只是赵章传话吧 我知道你是赵章传话 那就烦请王处长 传我几句话给龙川大作 顾晓梦的亲爹 那可是汪主席的至交 如今仗打得紧 脚供清香和重庆那边斗 哪条线都得花钱 现在办个鸡鸣寺的开销 可全指着他了 他一个电话 就能把我这个司令给撤了 这样的人 我安抚得了吗 还有 你连一个招呼都不打 就把我的贴身秘书白晓年 从我家里给带走了 我还能迷惑谁呀 我自己都迷惑了 司令 司令 您们别生气 别生气 都是龙川大作的命令 我也是赵章办事 你早说命令二字 我就没这么多废话 是 是 是 好 你再赵章传话给龙川大作 就说我张祖阴遵命 是 慢着 铁家 我这话呢也不如冲着你 你也别往心里去 是 说实话 你接了金盛贤这案子 我可就为你担心 还请司令次教 特务处 说白了就是脚踩两只船 上头的主管呢 是日本特务机关 可你 毕竟吃的是机名寺的饭 我也知道 你在这中间也为难 可不管怎么说 我说到底的话 你和白晓莲 金生火 吴志国他们 都是一样啊 都是咱们司令部的人 今天 他们可以一个招呼不打 就把人都给我提走了 明天这手 要伸到你头上 我还保得住你吗 所以啊 立功心切不是错 可别忘了 救人 可也是救自己 多谢司令体调 属下明白了 你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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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